由查帕纳提创办的修会已遍布79个国家 有3700位修士 5万位教友 修会新办学校、大学、孤儿院和退行中心 最近选出新任会长鲁菲斯修士 我们的神恩是特别关注教育 例如某些国家或法律不允许我们新办学校 或在这方面的发展 于是我们给青年提供布林上的帮助 或简单地陪同他们谨慎的考虑事情 1817年圣查帕纳提创办玛利亚修会之际 只决定成立修士的分支 圣查帕纳提感到有必要亲近儿童与青年 这不仅是神父的责任 当时的神父也有别的任务 然而他强调有必要执行这个使命 玛利亚修会新任会长 谈到圣母玛利亚在修会上担任重要的角色 正如我提到圣母玛利亚是我们修士重要的参照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谨慎 例如如同母亲一样帮助孩子成长 但总是温良友善 为此身为教育家 需要以圣母玛利亚陪同耶稣那种形象 作为我们在教育范畴上的参照 既是教授又是神学家的西班牙新任会长 鲁菲斯修士谈论全球化 今天地球村已到达全球化 那么我们有必要成为另类全球化的先知 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 更要分享资源我们的才能等等 以服务人权作为我们的使命 我相信我们的神恩很适合这个时代 因为全球有无数的青年与儿童 我们修会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 他们面对重大的困难 处于边缘的景况 不惜这种情况在许多的地方不断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